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偉恩 今天要來介紹東京車站與地下街全攻略 包含車站內、車站外的區域簡介 大家熟知的東京車站一番街、八重洲地下街等等 室外、地面上以及周邊則不在本次的介紹範圍 首先幫各位建立東京車站地圖的相對位置,會更好理解 今天介紹的電子地圖下載網址,都會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這是東京車站一樓的平面圖 黃色範圍的是車站內,也就是平常搭乘JR新幹線會經過的地方 剩下的區域則是車站外,以及部分室內的空間 地圖下方是大家比較熟悉的,玩之內出入口 可以拍到東京車站正面的廣場就在這裡 地圖上方則是八重洲出入口 主要是搭乘巴士的轉運站,或者去大碗百貨買伴手禮也會到這個方向 影片的最後,我會介紹適用的旅遊情境懶人包給大家參考 記得看到最後,可以截圖純文字畫面當作筆記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啦,我們現在人來到地下一樓 我們現在這個區域呢,叫做玩之內版area 它是以甜點跟雜貨為主,總共這區有35家電路 那我這邊呢,是販賣日本的食物甜點等等的啊 像我剛剛喝的那個伊良蔻啦,它這邊也有這種慢慢吃的 台灣人最愛的LOFT,這邊也開一個小小的店而已 這家LOFT,主要是賣化妝品跟保養品 我們來到這裡,我們今天也可以進去決定的 我們現在要做生意中的看法 我們在這裡,說明我們四十分都準備好了 從來,我們這裡參考人的 我們兩千塊一起打賣 我們一起打賣 兩千塊,但我們要買一千塊 我們再買兩千塊 我們來買一千塊 兩千塊 我們來買一千塊 一千塊 我們要給大匡物 我們來買一萬塊 我們來買一千塊 我們買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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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的名就可以 這邊是B1的第二個區域 我們來到的是Square Zero 這邊可以看到它主要就是賣便當還有熟食 它這個咖哩麵包是燙的 因為它是現炸 我們來吃一口吧 脆弱 好好吃耶 因為它外皮炸得非常的酥脆 然後內餡的咖哩味道非常的夠 好吃好吃 這邊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但其實麗九牛蛇在東京車站有分店喔 那就在麗九牛蛇店家旁邊的樓梯間 有一個C區的Locker 然後置物櫃非常多 這邊食物的種類還蠻多的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想吃的類型 這個區域比較多是外帶的便當 還蠻厲害的 這邊有淺草金飯的便當 然後這邊是淺草金飯的燒肉便當 這家店是知名的麵包店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買 好在我們剛剛介紹的黃色跟藍色區域的交界處 有一大區有超級多的置物櫃 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區域有968個置物櫃 東京車站的站內餐廳有很多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機器讓你去知道說 現在的餐廳大概有多少人 所以如果你趕時間的話就可以挑比較少的餐廳 好那我們黃色的Square Zero區域 除了剛剛的便當店之外 這邊後面還有一大區是餐廳 我們有吃過這家羽田市場的回轉壽司 羽田市場也有海鮮居酒屋 我們現在在B1的銀之林區 這裡是以土產跟甜點為主 這個區域有26家店 可以去做這個 這邊有Fresh Water Stent 然後也有Oraya的羊羹 好啦,鮑勃在B1在藍色的區域呢,買了DM Deluca的伊良可樂 伊良可樂是鮑勃非常喜歡喝的一個精釀可樂品牌 這樣可以喝到這個八重州限定的,超幸福的 藍色這一區一出去啊,就是東京一般街呢 這裡是一樓,可以分成三大區域 兩個Grand Stop跟一個AQ Dom 那一樓的區域啊,它沒有特別用功能去分區 所以呢,每個區域裡面啊,它的食物跟逛街的東西都有 這家店是賣一些東京相關的日本的雜貨 還蠻可愛的 好,那我們Grand Star從伴手裡的街走過來之後啊 這一整區呢,又有餐廳 這邊是從北口走往AQ Dom的空道間有蠻多的伴手裡 嚴重來,可以在中央口這邊當一個分界線 到我前方這區呢,就是The Gino's Grand Star 然後後面這區呢,我們就要到AQ Dom 那AQ Dom這邊啊,就是以熟食,土産跟甜點為主 保佑身後方這家店超級有名的拉麵店 就排在車站那邊 都排著大排長龍 所以有機會的話也想吃吃看 這邊連書店也有 在南口的通道區其實也有非常多的苦產店 這邊也是屬於比較靠近南口 Grand Star的範圍 然後是特別在京葉縣的通道上 這邊有一家ユーニクロ 然後再過去還有一家小小的3ポイント 然後左手邊的對面就是一些剛剛一樣外帶手持區 這邊有飯糰 三明治 一些便當、炸雞 各式各樣的便當 這邊也有賣糰子、大福、蛋糕 各種伴手禮 甚至連花店都有 而且是Bob開的花店 哈哈 我們現在來到東京車站站外的B1這個區域 然後這個地方叫做Yahe Chica 來,請看一下喔 這邊總共有170幾家店 好,那這個區域呢 基本上就是吃的、用的、穿的 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有國民藥妝店 然後呢 3塊錢 好,那因為這個地方 它的店家安排比較沒有什麼順序 所以我們就找一些比較有 我們覺得可以highlight的店家 介紹給各位啦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區域呢 叫東京Curry Quartet 是由四家日本知名阿里的名店所開的分店的區域 這家是我跟Bob很愛吃的Belgian Waffle 這家是我跟Bob很愛吃的Belgian Waffle 那Yahe Chica這邊啊 竟然有62家餐廳耶 也有像這種常見的連鎖店天洞 不用到北海道也可以吃一換拉麵 好,我們現在走一圈 回到了七字形狀的中央區域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T型的這個凸出來的部分 加拿店賣了非常多的北海道物產 所以不用去北海道就可以直接買到北海道的東西喔 我覺得這個區域生活感還蠻重的 這邊也有集業家 還有一些連鎖的餐廳 說到東京車廂最有名最有名的咖哩呢 應該就是這個Eric Sum 我們T型的還有最後一小區就是這邊啦 這邊已經變得很像住宅區了 因為這裡是郵局 然後旁邊有一家全江 然後呢還有一家小型的唐吉 喝得 好,這家是我在台灣也很愛逛的卡樂迪 裡面有蠻多就是還不錯的食品類的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呢就是東京的拉麵恆丁 那包補啊,很喜歡吃這家 崩嶼,這家超好吃的 在新宿的店 這個拉麵恆丁的區域有7家的拉麵店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東京車站的有名的一番街啦 然後我們目前在B1的樓層 那B1這裡呢,有拉麵街 日本美食街道 果子land跟character street 我們現在所在地在這邊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從拉麵街 美食街 然後和果子街道 一路走到角色街 然後會再往上面有1樓 還有2樓 好,我們一進來就可以看到大家在排 日本最有名的沾麵 六離社 然後我們在這邊 這邊的拉麵總共有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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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B1拉麵街走完呢 左手邊這邊就會是日本美食街道啦 所以左側這邊可以看到有超廠一排全部都是餐廳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餐廳真的從不同縣市 像鮑伯吃過這家福山是因為比陪真的超好吃 另外也有廣島、國多、鹿兒島 真的是集結了日本全國各地的美食 接下來右手邊就來到了波斯德蘭 這邊也是一樣有各式各樣的甜點然後伴手禮 這邊有賣那個之前我在大阪的伴手禮有介紹過的 巴通豆乳的黃金之棒 然後也有卡爾比 接下來就進入到卡爾巴特的範圍啦 我個人是最喜歡這一區啦 可以看到有樂高、蠟筆小新 然後也有大家喜歡逛的迪士尼 也有黑紫的籃球 也有黑紫的籃球 那個pop-up store 還蠻可愛的 Jump Shop 這邊還有NHK的角色的店家 這邊有沒有什麼character是你特別喜歡的 哇 嗯 蠟筆小新吧,從小看到大 然後 卡麵雷打勒 卡麵雷打勒 還好耶,沒多在看 應該這個吧 最喜歡最喜歡的是Doraemon 然後還有Jump裡面蠻多動漫我都有看的 還有我弟最愛的 懶熊 那GRANDSTAR的YAKITA 竟然有三層樓不同的餐廳 那我們現在在B1的黑餅墾丁 一樓的八重北石堂 一直很多名店喔 包卜就超愛這一家果實員的百會啦 二樓的北丁酒場 顧名思義就是喝酒的地方 如果晚上想小酌一杯的話就來這邊囉 這邊的餐廳看起來是一些 像包卜剛剛講的適合喝酒的店家 這邊是東京車站一番街一樓的GIFT Palette 顧名思義就是賣伴手禮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的丸之內 Grant Star 的 B1 我們現在在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呢 是餐廳跟雜貨為主 我們現在來到的丸之內 這家Traveler's Factory是賣文具還蠻有名的店 在中暮黑也有分店 鮑婆說這家毛奶社是湯的達人 鮑婆說這家毛奶社是湯的 看完今天的介紹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逛街 建議你可以專攻東京車站一番街 因為拉麵、餐廳、伴手禮、各種角色的周邊 全部都很集中 可以再走到Grandstar灣之內 反正都是站外B1的區域 如果你是想在東京車站買其伴手禮的人 可以在車站內的B1 Grandstar Tokyo 銀芝林區域 一樓整區 特別是NY Perfect Cheese 也在這區 以及車站外一樓的 TOKYO Gift Palette B1 一番街的果子LAN 還有大碗百貨 如果你是需要從這站 出發長途旅行或者搭新幹線的人 有用餐需求 時間多一點想內用的話 車站內 餐廳 集中在B1的Square Zero 以及一樓的北通路 便當 在B1的Square Zero 一樣也有專區 或者一樓的中央通路區域 以及AQ斗內的便當專區 特別推薦買買看這兩家車站便當 還蠻有情懷的 買飯的過程中 當然也能順便逛街啦 以上就是東京車站內地下街的全攻略啦 保你夏天的時候在這邊逛一整天也不會膩唷 我是寶波 我是寶波 大家下次見 掰掰